现在访问到的是东华大学计划编号97-B3-2 计划名称为蛋白质结构与功能之化学基础计划 那现在请同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计划 大家好 就我们主要这个计划 其实我们主要时间是在研究的就是蛋白质的结构 还有它的功能 然后在做这些步骤的这些东西的时候 因为必须要结合到各领域的帮忙 不只是各领域都必须要加入 例如我们需要通过生物资讯的方面 还有化学的方面的核磁共振的方法 还有再加上我们一些生科系的一些理论 可以去把演化术给画出来 一开始我们要初步的了解这个蛋白质的结构 例如我们主要研究的是Pinella Persistatin 就是ACCYS这个蛋白质 我们一开始要初步了解它的背景它的资料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到生物资讯的方法 上网去BLAST去做Multiple Sequence Alignment 然后去化演化术把它做出来 然后把它初步的做出来 得到它的资料过后 然后再通过我们化学的方法 用核磁共振的方法 把蛋白质结构解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必须要依赖生物资讯的方法 为我们的实验去做简化 很显然的通过它们的帮助 我们把我们的结构的数据方面的一些事情 可以把它简化下来了 然后最后把我们的蛋白质结构给解出来 再因为我们是一个跨领域的合作 是必须要自工系跟生科系跟化学系的 不同的背景的合作 所以很显然我们在合作上面一定有些问题 生科系不了解化学系的东西 自工系更不了解生科系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拔演 尤其在化演化术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和彼此的沟通 因为它们的优势就是会把程式写出来 而我们的弱势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提供它们的就是我们生物上面的一些概念 所以在画这个演化术的时候很显然 理论 当理论跟实际要去做的时候 一定要去很好的去合作去做 而不是说 只是用理论 可是要实际去操作的时候 我们去做 我们要好好地合作 尤其在画这个演化术的时候 我们分成两组人 我们生科系的用手动的方式去画演化术 也有人用程式的方法去画演化术 画出来的结果竟然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这是那时候我们就要进一步的去讨论 原来我们两个合作方面 理念上有一些误解 所以很显然的 在这个方面我们操作了火花 他们更了解我们演化术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也更了解他们的程式 到底是如何把它算出来和解出来的 就大概就是这样的 就大概就这样 的确有些问题就是在 因为我们是生科化学跟资工 他们的课程上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老师也很贴心的 为我们大家都组成一个好像议题 每个礼拜都会议题之类的 老师也会为我们上课 然后我们也会去看paper也好 老师也会为我们准备文献上面的问题 老师也希望我们可以更加了解 也会提供更多的 好像就好像我们是生科系 我们要知道的生物资讯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找一些书籍 来自己自修 我觉得在做科学的研究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自行学习的能力 而不是永远都是投靠老师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整个合作 第一个重点就是让我们知道了 跟别人合作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你自己去做 一个人去做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可是你有别人生物资讯的协助 你一定可以把整个实验简化出了 简化好 更重要就是你可以多元化的 去设计各个领域的知识 就是这样 谢谢 这个计划好处就在于有各个领域 不同的领域的 不同领域的学生一起做 所以这个计划的好处就是 我们透过不同的老师 然后来训练各式各样的学生 尤其是化学系啊生科系跟资工系的学生 好那那个他们不只学到了本科系的东西 他们还学到其他的东西 而且透过不同的讨论 跟老师之间的讨论 他们而且是problem based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们学会了之后就可以把它应用在之后的研究上面 所以这一个衔接计划我们觉得是 目前实行到现在我们是第三年 我们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计划 因为学生透过这个计划的基础训练 很快的就可以进入研究方面的 去做研究 所以他们的能力 基本的能力都很快的就可以储备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是一个非常 对学生非常好的计划 那对老师也非常好 老师会觉得说很快就可以把一个学生训练到 可以很快的进入研究 先透过我们有五个老师 前两年是四个老师 从各系来的 那把学生聚集在一起 大概在一个每一个礼拜 通常一个礼拜会meet一次 然后把该会的基本的 各个系的基本的东西 先教他们一下 然后再开始丢一个小问题 让他们去解决 而且他们是各个系的组成小组 所以他们被迫 必须要去跟资工系 跟深科系跟化学系的人一起合作 去做一个问题 所以他们就会也有团队的默契 也知道怎么样跟人家合作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 越来 题目会越来越深 那最后等他把两年的训练 训练完的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已经有一个 从最前面到比较深入的问题的 整个问题的环节 通通都打通了 那接下来 如果你再给他一个研究的计划的话 他就很快的可以从收集资料 一直到最后都可以做好 而且还可以跟人家合作 好 谢谢